今天晚上就让我跟着我自己在这儿住车吧 上期视频中我经历了房车旅行以来最让我恐惧的一晚 这里有狼有豹还有狮子 清晨推开窗的这一刻真是太幸运了 我看到了十人久不遇的南加八瓦雪山 在六丁丁的路上得知有一女孩在此失踪下落不明 希望她平安无事早日回家 这个地方是个大大的一楼是个咖啡厅 这上面还有慢充可以充电的 这都是一些特别有情调的一些小民宿什么的 这也是个餐厅 索松玫瑰餐厅 下面还听着拖拉机呢 确实非常有非常特色 你看这些鲜花呀 这鲜花多漂亮 藏族人民非常喜欢种鲜花 都在自己的院墙里边种着各式各样的鲜花 看着 那个南加八瓦山居啊 她那个失踪的那个女孩就是从这儿出发的 她跟她的朋友一块来玩的 都住在这儿的 她单独去了那个 去了那个叫什么什么镇 然后又走走失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啤酒 漂亮 这小香的葵 酒馆 花间酒馆 这香的葵种了 你看 这也是个餐厅了 上 有饭吗 有吃的吗 有吃的 有什么呀都有 都有炒菜汤锅什么都有 面条呀饺子都有 哦那台饺子有菜单吗 有我也拿个菜单 嗯 进来看看 菜饺子他们说太晚了 把菜单不知道放哪去了 哦 这个菜单 太大了 太大了 他们吃饭吃的很晚吗 明天晚上这里又有过火吧 然后他们烧烤 哦点个火 哦 小哥你坐这边看吧 行 是刚过来这边吗 昨天晚上 哦 一个人是吧 啊一个人 炒菜 咱这是什么菜 什么拿的厨师啊 哦四川的 哦四川 嗯 来个超手来个四六百菜吧 哦 超手没有啊 啊 超手有九九九九九子 那来个饺子 来个四百菜 哎好可以好的 待会咱给你个饺子吃吧 嗯 好不好 您是四川的都是 都是四川的吗 嗯 这是四川开的 四川开的 四川人开的 四川人开的 嗯 昨天晚上的火吗 昨天晚上的火还灭灭啊 嗯 晚上的路 要这样一直点着吗 晚上收火了 火还没贴完呢 嗯 就点着晚上接着用 是吧 嗯 老娘我看昨天 那个呃 去年在这走丢一个人啊 嗯 是吧 到现在还没找到呢 老娘估计有点累 嗯 各种的啤酒 嗯 这是青柯精尿 嗯 这挺常见的 这都是挺常见的 挺常见的就是 科罗纳什么的 这拉萨啤酒 咱还没尝过 下次尝一尝 各种各样的酒 哈 我只对这个西藏的感兴趣 据说这种青柯蓝品的酒特别好喝 待会问他这个多钱 看看哪个人 啊 鸡啤酒 莫吉托68 都是60 最便宜的58 最贵的88 在那个昨天 是石过鸡的那个地方 拉萨啤酒是卖10块 嗯 这价格明显要高一些 科罗纳卖38 嗯 毕竟是个旅游地区嘛 是吧 鸡啤酒 吃花生吗 咱看你能接住吗 接住就讲理你的水饺吃一会儿 没接住 再来 哎 好 这次成功了 一会儿就水饺吃了啊 哎 好个 哎 哎 好个 嗯 你看丁丁那个小傻子 把自己的腿缠上 哎 自己又捡来了 好 最近智商有所提高啊 丁丁自从来到高原以后 特别的能睡觉 白天睡 晚上睡 睡了吃吃了睡 吃了睡 吃了睡睡了吃吃了睡 睡了玩 嗯 你的家伙 还看我 架好了 嗯 嗯 没事儿 他不咬人 他只怕他穿着鞋子 嗯 没事儿 他不咬人 谢谢啊 水饺快了 快了 我帮我拿点醋 哎呀 醋溜白菜 好久没吃了 哎呀 一端上饭来 我给鼎鼎一闻到 做的特别老实 看 你是想跟苍蝇玩呢 还是想吃醋溜白菜呢 醋溜白菜不行 醋溜白菜太醋 醋味太大 嗯 一会儿给你吃水饺吧 对吧 嗯 吃水饺吧 吃个醋溜白菜 嗯 我以为没放辣椒 有辣椒的 看不见 但是确实挺辣的 不错 嗯 炒汤可以 这个你太辣了 而且还有醋 醋你应该吃没事吧 不行 好像调料 人吃的调料 你都不能吃 你等会儿吃水饺了 好吧 这个是什么速度来的 柴犬 柴犬 嗯 还是这种小水饺 有点烫点给你量一量啊 量一量再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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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在看什么了 手机里 给大家看一下 监控 这是什么的监控呢 额头床 也就是说 房车前面那个监控 在照着观景台 现在有两个游客啊 大家可能这样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为什么放这个呢 因为我的相机正在那拍岩石呢 我现在离那个地方也就一两公里大概 我担心我的相机被别人拿走了 后续不见了 我突然想起哎 我的房车也在那儿啊 打开监控看看吧 结果 我在手机中是能看到我的相机的 而且如果说我随时发现有人要动它的话 我会通过我的摄像头跟它对话 让它不要动 大家可能看不到相机 在这个 视频里边 但是我通过手机是可以看到的 一边看一边吃 嗯 我知道了 它这个醋醉白菜应该是放的泡椒吧 所以说颜色都差不多 看不出来 嗯 嗯 坐 接住啊 嚼借口就吞了 你不多尝尝半 没有了 就这一个 吃的太快 这怪你啊 这好了呀 这好了 给58的 你们是四川的吗? 甘肃的 38 58 这边生意挺好的 我们晚上主要是有狗狗晚会烧烤这些都有 就晚上也比较晚一点 味道挺好的 走了 再过来吃啊 看着大雪山 现在的雪山已经被云彩包裹了 邮报琵琶拌遮面 那个地方 有个尖尖角的地方 今天早上一直没出现 这个是祝风 南加瓦瓦的祝风修女风 非常尖尖的一个角 昨天咱们看到过 为什么叫修女风 就是因为她常年 都被云彩包裹着 不露面 但是咱们昨天一来就欠到她了 很给面子 诗人就不悠 诗人就不悠 这嗓子发炎那个牛啊 刚才又叫 我一录像她就不叫了 不知道为啥 来看一眼 嗓子发炎那个牛 来叫一个声 给个面子 来 不打理我了 看是丁丁兴奋的 知道她发现什么了 那是小牛犊 那是小牛犊害怕别人 你俩颜色还差不多了 咱们看看啊 看看这里到底是有什么野兽 第一个应该是豹子 第二个是狼 第三个老鹰 第四个这是什么 鳄鱼还是巨蟹啊 第二排第一个啊 大猩猩 第二个海豹嘛 猴子 那是什么 欢 再往下面 那这是什么羚羊 这个是像河马 还有狮子嘛 哦 真是有野兽 啊 来到我的公车店了 拿相机 回房车 看看房车有没有电 没电也出了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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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